欢迎收看7月25号的台势 晚间新闻 我是书海文 国内经验新增1.6万例本土个案 创下5月1号以来新低点 但新增两例BA.5本土个案 其中一例为接机感染 另外一例则是国内首例 疑似家庭职场的BA.5群聚 这名南部传厂人员5月曾经确诊 7月再度出现症状筛减阳性又重复感染 他的两名家人也确诊 职场匡列118人 目前有10人裁剪阳性 BA.5病毒强势闯入台湾 国内接连出现社区感染 25号公布新增两例BA.5本土个案 其中一名个案A曾接送两名德国入境家人 有一人机场裁剪确诊 并验出染上BA.5 因此该名个案跟另一名家人 再度裁剪才确诊 也都是感染BA.5 另一名个案B则是南部传厂员工 5月曾确诊 7月出现症状裁剪也确诊 是重复感染 而他的两名家人也都验出阳性 匡列职场同事超过百人 共10例阳性 有7人检体定序中 而到底这名个案感染源从哪来 家人这边呢也有一位 他的发病日其实比这个这一位 今天公布的个案稍微早一点点 在这个发病前两天都是在家里头 所以感染来源 目前还是比较怀疑说是从职场这边 其实旁边的人都是扬案的时候 也要小心说这可能BA.5 在这个区域是有散播开来 至于25号新增1.6万例本土个案 创5月1号以来新低 中重症跟死亡数也持续减少 但国际间BA.4跟BA.5疫情仍持续升温 台湾边境检疫规定是否还会继续放宽 会先观察国际在这个BA.4 BA.4 BA.5 它的这个相关的疫情 幼儿的疫苗能够施打 有一定的这个覆盖率之后 我们才会去考虑再进一步开放的问题 但因幼儿新冠疫苗21号才刚开打 边境想进一步松绑 因目前疫情发展恐怕还得再等等 这中文报道